中共为了甩播武汉肺炎来源的臭名 大外宣不要脸的胡乱只向美国之外 官媒也嗜血杀人的改称来自意大利 先不过连外宣都不同调就有多自负种境 之后还因意大利的零号首例病例出院 才经见该病例是来自武汉的中共党员 这等可恶已经不是用自己打脸足以形容 近期还发生中共引以自豪所提供各国的 如口罩 炭热枪 试剂等爆出品质造假 请问中共到底还想欠世界多少的抱歉 中国共产党不倒 人民称魂 不可以跑 先看看中共销往泰国的炭热枪多神奇 用不超过37度直接帮泰国人民宣告健康 拆开原来还有电路板精简到不需接电线 吓得泰国更继续调查出来自中共的假释计 再来看中共慷慨复义的武汉党员 在1月23号封城前一天冒险逃成火速出国 原来是身负秘密的国家重任执行千里投毒 对于至4月11号死亡人数逼近2万的意大利 回顾该国全部长队中共的报纸让人感同身手 但对比这名来自武汉的意大利零号病例事件 中共宁可大动作在强迫全球改口病毒名称 改称欧美疫情惨烈 捏造病毒来源的指控 真的让世人见识到中共汉人不偿命的极致 至于让五毛和小粉红们为祖国所骄傲的 关于对各国伸手支援提供的医疗相关物资 日前金爆比利时才检测出300万个口罩 芬兰也检测出200万个口罩完全不合格 花了愿望钱无法应急也不能退货何其无辜 但中共铸笔的大使却只用轻描淡写的回应 建议币国下次要对中国开口罩进行多验证哦 也难怪中共虽然自得一满国类口罩一度缺货 人民却宁可多花钱风抢光进口的外国口罩 更难怪诸多大量采购中共世纪的国家 应深受正确率过低而加害疫情的惨痛经验 叫世界谁敢相信中共防御上的忽难数据呢